传闻你如梦不思悔改 既然如此 我便送你归去 那你得问我想不想去 宁缺说罢便起身拉弓 那一道原十三剑夹杂金光浮翼 呼吃射出 竟为碰蒋金手作丝毫 想来今日定是棘手 索性卸下那身后坡刀 直接发出这只强异击 那便是与本命物桑桑融会一起 迸发无尽浩然剑意的大和剑气 一刀落下 哼的一声 啥也不是 要知这一刀之威 曾让那五道巅峰的下喉发颤 如今却破不开这蒋金手作的金刚不坏 看桑桑此刻已是历劫 宁缺双手一是颤抖 再次挥出一刀朝着蒋金面门呼去 可一切不过徒劳 那禅杖随意一震 便将这坡刀退去 宁缺本想再尝试一次 却被这金刚宝处直接击中胸膛倒飞出去 眼看宁缺四还不愿罢休 蒋金手中禅杖落地一挥 那禅鹰金光缭绕 将宁缺再度掀翻出去 天晴棋盘在哪里 蒋金手作文言大怒 好一个狂妄小儿 竟然如此大言不惨 那一道无上佛光威压 已是让宁缺再无气力起身 莫不是今日当真要命丧于此 看着身边弱小的桑桑 心中不禁一阵惋惜 也罢 今日就算要死 也要死在一起再不分开 就此时 千里之外的寒山 一片黑压惊天起 李漫漫这才感受到宁缺已是威蕙 不顾自身气力不支 也要使出那一道无惧瞬意 挡住了蒋金的杀招 宁缺见李漫漫出现心中一喜 大师兄 能用你来的方式带我们走吧 却看李漫漫摇了摇头 自己这一年来四处找寻宁缺 哪里有时间休息 此刻体内气还已近似亏空 可宁缺毕竟是自家小尸地 李漫漫为拖延时间 随口说道 老实说想要阻止永夜降临 便不得杀死这件派 冥王或许根本没有指望桑桑 能够永远隐藏身份 只要你们一杀死他 他体内被封的烙印便会自动释放 加速永夜的清醒 所以我们要做的事 不是杀死他 而是要保护他 李漫漫此番言论当即令众人哗然 毕竟夫子的地位太高 让世人不得不思考 就此时 李漫漫忽然对着宁缺开口 此时不走 更待何时送你一程 说罢就看李漫漫掌心一道清光事出 一道刚进中又夹杂柔和的力道 将宁缺二人瞬间拖起 紧接又是一大掌落下 此刻李漫漫虽然无利用 无惧之能送二人离开 这一季却也能将两人推出千里 这蒋经手作方之上套 只是见李漫漫蓝鱼身前 想到夫子那恐怖如斯的实力 终是罢了 你回书院后 请替我向夫子转达问候 告诉他 人间的未来 很大程度上 就在他如今的犹豫之中 蒋经手作说罢便消散在了远处 此时宁缺与桑桑驾着马车一路逃亡 却不料围绕桑桑的黑鸭 暴露了两人路线 罗克敌代西灵骑兵在身后一路追杀 幸好半道出现三个红衣神官 说罢便是一道神灰落下 想不到这光明神殿的神官 竟然施展自爆神术 为桑桑离去拖延时间 马车中的桑桑心中难受 自己与这神官不过一面之缘 只因这光明神殿始终坚信自己是光明之女 竟愿放弃性命出手相救 光明 绝对的光明 就是绝对的黑暗 原来听这句话 就像是听天书 现在 我终于明白 宁缺听罢心中一颤 只觉桑桑瞬间长大 心中只是担忧 未来某天 桑桑莫不会以如此决绝的方式 向世人宣战 两人一路向北去 只是宁缺还不知晓 此刻前方 叶红瑜正带着裁决神殿的神官等候两人 骑兵神都大 埋伏在此处的西灵骑兵四百年 另有知命境大修行者三名 散修十五名 与凤赵而止 所有人都知道的必经之路 他是不会走 叶红瑜果然还是了解宁缺 在这从未有人行走过的千里沼泽 等候数十日 宁缺果真带着桑桑出现了 在这个烂泥塘里 等了我们这么多天 真是情深意厚 但是我不想和一个浑身是泥的女人打架 所以想请你洗个澡 喜欢杀干净的女人 真是变态